各位學弟學妹們,大家好,我是畢業生,九年十班張子雲 會考的成績是5A,7加5幾分 我要分享的主題是,光K課本沒有效,做對筆記才重要 還記得我第一次模擬考的成績是4AB,B的科目是社會 模擬考與斷考最大的不同是,斷考的範圍比較小,所以要考的概念很清楚 但是模擬考的範圍比較大,題目就像是大雜彙,沒有辦法馬上就判斷出要考的章節 所以一開始看到時會很不習慣,不知道怎麼從題目去聯想,所以每次都選錯答案 那班導,該如何讓我的社會科成績從B提升到A 他給我的建議是,整理筆記 印象最深刻的是,班導跟我說,筆記一次做不起來,就做十次 民國初年的歷史,在做了三次筆記之後,我終於把它記起來了 學會做筆記,我其實不太看講義的重點整理 因為講義內的重點,都不會是自己整理過後的結果 我做筆記會花比較多的時間,但是我覺得值得 因為每做一次筆記,印象就加深一次 所以做筆記的時間,越來越少,到最後我就只把容易混淆的概念放在一起,並上場考試 做筆記有幾個重點 一,要不斷問自己問題,例如筆記上寫,西州是因為犬蠢入侵而滅亡 我就會在心裡問自己,西州是怎麼滅亡的 或是因為犬蠢入侵,有哪個朝代被亡國 二,顏色不要太多,第一次做筆記時,我會用藍、黑和綠三種顏色 黑色是課文的大標題,像是中國的華南地區,或是宋元明清等朝代 藍色是次標題,像是中國華南地區的氣候特色,或是各朝代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的制度 綠色則是主要的內容文字 等到第二次閱讀筆記時,我就會用紅筆圈選或標記出關鍵字 或是考試參考的重點以及小細節 三,分出小標題,例如地理我會用地形、氣候、水文來分解 歷史則是會用各朝代的政治、經濟、文化來分解 公民我則是會依照課本來決定分解的順序 四,標記出跨課、跨測、跨科的整合內容 我會用紅筆標記出相關概念,訓練自己在看到題目時能積極的聯想 找出題目的關鍵 透過這幾項筆記的練習 最後會考時我錯了兩題,得到A++的成績 最後想和學弟妹們分享我們班教室牆上的標語 你不努力,誰也給不了你想要的生活 謝謝大家 我們 Pattern 的 Early Advents 好呀 我們